如果说最近娱乐圈中最火的男演员是谁,那张若云说第二,恐怕没人敢说第一了,庆余年第二季已经收官了,有谁还沉迷在范贤的温柔乡呢? 庆余年不愧是巨王,自开播以来热搜不断,引发了全民追剧的狂潮,这波狂潮也让腾讯赚得盆满钵满。 如果说张若云,在庆余年第一季是以精湛的演技,让大家带入了范贤,那么在第二季中,瘦下来的张若云在颜值上也更加符合原著对范贤的描写。 在剧中张若云饰演的范贤,有三个非常疼爱她的爹,但是张若云在现实生活中却恰恰相反,她可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坑得最惨的人。 张若云在娱乐圈中的形象,向来都是自立自强,不少观众误认为她是出身寒威。 其实张若云出生在一个演艺室家里,她的父亲是娱乐圈的,知名导演张健,曾导演了许多会智人口的作品。 张若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,可以说是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,毕竟父亲的职业为她提供了一个接触艺术,得天多厚的机会。 可以说三岁之前的张若云,受尽了宠爱,拥有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家庭。 然而好景不长,张若云的父母在她三岁的时候就离婚了。 这场婚变对年幼的张若云造成了极大的打击,她不仅要接受失去父母的痛苦,还要看到他们为了争夺自己的抚养权对不公堂。 最终张若云被判给由爷爷抚养,这也造成了她后来性格的缺陷。 父母离婚后,张若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变少了,因为自己在爷爷家,而她的母亲又不愿意踏入这个家,所以母子二人一年到头,也见不了几次。 张若云后来在采访中提到,她成年后,一共就与母亲见了15次。 这样算来,张若云和母亲平均一年才见一次,而且父亲张健总是缺席张若云的童年。 张健因为工作原因,错过了许多本应该与儿子共同度过的重要时刻。 这种长期的缺席,让张若云的童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白。 有一次学校举办,一年一度的亲子运动会,看到其他孩子都有父母的陪伴。 张若云心里很是羡慕,她期盼着下一年,父亲也能参与进来。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运动会,张健又因为工作人已经缺席了。 哪怕是是这样,在张若云的心中,也从未真正怨恨过父亲,她只是期望父亲能够多抽点时间陪陪自己。 有人说童年不幸的人,会用一辈子去治愈童年。 张若云缺少父母关爱的童年,造成了她敏感不安的性格。 男生命运还是很眷顾她的,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唐一新。 唐一新的出现,就像是一缕温暖的阳光,扫清了张若云心中的阴霾。 唐一新的性格非常乐观,她能够倾听张若云内心的声音。 在她的身边,张若云不需要刻意掩饰,她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脆弱和不安。 唐一新的出现,让张若云体验到了真正的归属感。 她觉得这个人,就是自己一生的归宿。 唐一新的出现,不仅治愈了她内心的旧伤,而且让她变得越来越快乐。 在深思熟虑下,二人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然而,正当张若云以为自己就要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, 她的父亲带着1.4亿的巨额债务,打破了这份幸福。 2016年张剑,因为拍摄电视剧获取病,资金紧缺,为了缓解公司的财务压力, 她决定卖儿子,她私自代表儿子,和画册影视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, 合同价值高达2亿元。 而张若云,则要参与画册影视的私的项目。 然而可笑的是,张若云本人对这份合同,却并不知情。 所以当画册影视,致富了1.44亿时, 他们希望张若云,能够按照合同参加这些项目。 但是张若云表示,自己不知道,拒绝参加。 这就导致画册影视,直接将张若云告上了法庭。 张若云的个人资产,也被法院冻结。 一时间,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,张若云的名声,也因为这件事收到了牵连。 其实画册影视,也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并没有错。 张若云更是没有错,错的只有张剑。 他为了一己私欲,竟然不惜让自己的儿子刚结婚,就背负巨额债务。 有时候真的会想,张若云是张剑的亲生儿子吗? 被父亲这样被赐,张若云失望至极。 他将父亲张剑告上了法庭,并且与他划清了界限。 最后张若云只能独自承担下这份债务,好在唐一新愿意与他患难与共。 网友也调侃,以为唐一新拿的是小田文,没想到是旧书文。 你以为张剑坑儿子的离谱事件,只有这些吗? 那就大错特错了,妹妹变后妈的离谱剧情,都能出现在张若云身上。 真是闻所未闻。 早年张若云,因为参演雪暴结实了,女演员冯月,二人一见如故,关系非常要好。 因为冯月比张若云小五岁,所以张若云在私底下,亲切地称冯月为妹妹。 然而造化弄人,后来的冯月和张剑走到了一起,尽管张剑比冯月大了近三十岁,但冯月还是义无反顾的。 嫁给了这个能当自己父亲的男人,冯月难道真的是为了爱情,才不顾示人的看法吗? 我看不然,冯月的演艺事业,其实在一定程度上,得到了张剑的帮助。 冯月也不傻,年仅二十多岁的她,怎么肯嫁给一个老头呢?肯定是对方在事业上,能当自己的跳板,婚后冯月还给张剑,生了一个儿子。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算是安稳,可怜了张若云,眼看着妹妹变后妈,她还多了个与自己女儿,差不多大的弟弟,不知道她今后该怎么样,与自己曾见的妹妹相处。 这不仅仅是关系的尴尬,更是往张若云心上捅了一刀,这件事会永远成为她,被嘲笑的笑柄,父母之爱子,所谓之计深远。 好像在我们的印象中,父母都是无私奉献的,但凡事不说尽,也有不少像张剑一样的父亲。 张若云这一路走来,可以说靠的全是她自己,哪怕她有背景,却靠着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,她的精力正硬了,那句逆境造救人才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